又到了山海气象的时间了 明天天气是如何呢 我们来请教气象主播LUIE LUIE请说 是的 咬外 不管今天一天 原始气象在你身边 欢迎来到山海气象的时间 大家晚安 我是如意 今天是一周新的开始 同时也是情人节 不过早上出门的时候 真的觉得好冷 因为台湾本岛的平地最低温 就出现在台中的大甲 就只有11.1度而已 而且这个数据 还是在接近周末的时候出现的 那么当然在高山的温度也就更低了 水山圈谷侧站到了下午4点 甚至是出现了零下2.7度的低温而已 而南投的玉山清晨也只有零下2.5度 也且不只是气温骤降 而且在天气方面同样出现了大转弯 我们从雨量累计图上面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了 其实今天全台或多或少都有下雨 但是我们主要的降雨热区 就集中在这一个黄色的区块上 而这项局同时也针对了 基隆 新北 桃园 新竹 还有苗栗等5个县市 发布了大雨特报 而截至到下午的5点之前 台中和平就下了75毫米的累计雨量 而今天也是属于情人的日子 那么因为气温再加上水汽的助攻 就让今天有一个浪漫的开始 清晨6点玉山就已经下雪了 不过这个积雪并不厚 就只有0.7公分而已 就像一层薄薄的糖霜撒在山头一样 而水汽这么多 主要原因我们透过卫星云图来告诉大家 冷高要南下加上东北风增强 还有冷封面云气移入的影响 就是形成今天下雨的原因 而我们从卫星图上也可以看到 像目前这一块云层相对稀少的地方 就是我们冷高要所在的位置 而目前封面是来到了日本的外海 随着封面东移 从今天的下半天开始 我们的雨势也逐渐趋缓了 现在目前全台湾的云量 其实也还是偏多的 而从入夜之后 一直到明天清晨的这段时间 如果水汽和低温配合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也还是有机会可以下雪的 明天白天也有机会 明天白天的雨会下的地方 也和今天差不多 苗栗以北还有我们的东半部 明天其实同样 云多多有短暂雨的天气 而其他地方 尤其是南台湾地区 明天就会转为稳定的天气了 而明天 至于未来一周的气温上的变化 我们再从下一张图卡来告诉大家了 从明天元宵节开始 一直到礼拜四 南部天气会逐渐好转 但是北部地区从明天元宵节开始 将会受到另一波冷空气的时机 我们从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到 温度其实从礼拜天晚上开始 就一路的下滑 甚至到了明天的中午 气温还是都没有明显的回升 而台南以北以及东半部 最低温大约是13度左右 而高平地区以及花东地区 地温大约在16度左右 也由于东北风的增强 预计明天沿海风力也会和今天一样明显 会有8到9级的阵风出现 地道的风浪也会比较强 那么就请大家要注意了 而且这个低温一直要到16号 也就是礼拜三之后 才会逐步地回升 而礼拜四其实就是这一周最温暖的一天了 因为下一波的电气电话 将会从礼拜五开始接力报道 随着华南云与区东移 新一波冷空气南下 尤其是代表北部的地区 你看到这一条黄色的曲线 温度就又会再一直往下掉了 而据明天各原住民族地区的天气资讯 来看到山海气象 首先来到屏东的 世子牡丹满洲多云的天气形态 低温13度高温24度 泰武来一春日 低温11度高温24度 要注意日夜温差 三地门雾台马家 同样是多云的天气 低温10度高温24度 高雄的原乡低温只有3度 地点在桃园高温22度 在爱里山 气温在3到21度之间 要注意短暂争雨 南投的人爱与池水里 及信义低温只有0度 地点在仁爱高温20度 台中和平 气温在3到19度之间 同样注意日夜温差 苗栗等原乡地区 低温只有8度 地点在南庄高温15度 新竹的关西尖15峰 低温3度 地点在尖10高温16度 新北乌来桃园复兴 低温7度高温16度 宜兰的大同南澳 低温只有7度高温20度 花莲的新城 花莲市吉安 明天留意短暂争雨 低温16度高温21度 秀林及万荣 低温8度高温20度 注意短暂争雨 首峰峰冰 低温13度高温21度 有3成以上的加有机会 凤陵光复及瑞穗 低温14度高温21度 浊西玉里及富里 低温只有1度 地点在浊西高温21度 台东海县地区 低温15度高温23度 池山观山海端及延平 低温只有8度高温20度 陆野台东市及北南 低温13度高温22度 泰玛里大五金峰及达人 低温11度高温23度 南与地区气温在17-24度之间 最后来到外岛的连江金门及澎湖 低温8度高温16度 这座天气墩位的变化很多 几乎每两天就会有一次转弯 而明天就是元宵节了 不过恐怕还是会维持一个 湿湿冷冷的天气 但是相信还是有不少人 预备不论风雨 都要外出参与各地的庆元宵活动 那么首先就要提醒大家了 外出参加元宵灯位 除了记得携带雨具之外 不断的工作也请大家要做好了 也因为雨下不停 事情很重 尤其是我们基隆的朋友 除湿机还是把它开起来 室内的感受也会更舒适 也因为我们春天的脚步是即将接近了 天气变化就真的很快速 所以未来几天对温度的掌握 还有天气的变化 就请大家要敏感一点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节的天气资讯 我们记得再把时间交还给亚外